總統蔡英文當面幫 鑰匙工會理事長黃金順 找下一份工作 因為蔡總統肯定他帶領 鑰匙界讓世界看到臺灣 25號晚間鑰匙工會舉行春酒晚宴 蔡總統 鄭文燦 陳時中等綠營大咖 都受邀出席 但原本要參加的賴清德 卻以私人行程為由臨時取消 改派前民進黨主席卓榮泰代打 不過大選前 民進黨未將鑰匙代表黃金順 列入部分區安全名單內 一度引發鑰匙界不滿 提名以後 賴副總統也跟我見過幾次面 我們的互動非常的好 黃金順幫忙緩家 而賴清德臨時缺席 也避開跟他同台 在安全名單裡面 就有兩位是鑰匙 這也表示說我們非常的 重視鑰匙在整個 臺灣社會的影響力 賴清德 柯文哲表定出席時間 只差十分鐘 而柯文哲抵達時 民進黨人士多已離開 綠白巧妙避開同台 而柯文哲也帶著新科立委 鑰匙林義軍足桌禁酒 綠白即便不同台 尬場意味仍然濃厚 再來是我們懷疑發言 有沒有Essential的臺料到